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老妹哈 这个戴女士在这个小片里面有一句话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呀 你说你们领证一年了 对她不满意是吧 对 你们好了多久之后 恋爱多久之后结的婚呀 一年多吧 看上先生什么了呀 当时觉得她挺成熟稳重的 很有责任心 对我呢还不错 再加上时间一长相处的感情也挺深 所以说就愿意了 你当时为什么娶她呀 我感觉这个女孩子 虽然性格呢稍微稍微的内向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影响她 但是呢拿了证之后 我就感觉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就变了 所以这一夜值怎么有那么大的这个化学力量呢 都变了哈 你觉得这个先生有些什么变化呢 就比如我建议她出去就是找一个合适的稳定的工作 然后呢给家庭剪定一些压力 但是她不太想去 她总觉得为别人打工不喜欢 因为我一直在创业 一直在创业 对一直在创业 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 这个生意上稍微出了点问题 结果呢导致这个经济上她也接受不了 等于说一直自己干是这意思吧 对 到去年的时候买卖出点问题 对 收入没了 对 是要面临着重新调整是这意思吧 对 而那个时候领了证了是吧 对 其实我也很痛苦 我也不是愿意放弃我自己的这种梦想 但是她反而觉得呢我要去找工作上班 我说这个创业啊 这个失败是很正常的 你把你的计划跟你老婆说说不就完了吗 我怎么计划的 夫妻之间沟通一下 这事有什么沟通过吗 沟通过 但是很多时候沟通不下去 为啥啊 因为现在的情况很特别 我不可能再要求你再一直就是 家里出了什么事就是那么特别的情况 就是春节的时候 大概2月14吧 大年29 那一天呢 本来是高高兴兴的 我等我父母过来回家过年 但是呢 早上突然接到电话 然后我爸爸说你赶紧买票 买最快的车过来 他说你再不来就晚了 就可能就再见不到你母亲了 当时我挂了电话后我又叫他哭 然后我们别人也赶回家 然后我希望他能出面去帮忙处理家庭的琐事 但是他觉得在哪个地方不合适 他初二早上就走了 不是 你母亲到底怎么了 这是个什么事 需要他帮什么忙 怎么 我母亲在外里 和我爸爸准备坐车回家过年的 在途中遇到交通事故 当场就死亡了 对不住啊 这些心情伤机 这个事情呢 其实 不是 你应该帮着处理啊 初二早上嘛 他要提出要回家 当时我父亲就给他商量了 说你能不能就是 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把这个事情给处理了 当时我父亲的心情是最脆弱的 我弟弟呢 他在上学还是小 就希望他这个女婿 能把这个责任给担起来 但是他当时就拒绝了我爸爸 就说什么 我不好出面 而且我现在的经压力也很大的 怎么怎么样 就感觉就是以前为借口 就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 就自己回家了 等于您父亲希望他陪着 一起回老家去处理您母亲的后事 对 他走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根本就不是我应该能出的面的 家里边这么多的亲戚 这么多的长辈 我出面非常非常不合适 我当时就和你夫妻交流这个问题 我能帮上点小忙的 我可以跑跑腿可以 但是你让我去参与这些大事 在这些商场我可能 这个没法参与 所以说可能因为这方面 你陪着回家不就完了吗 本身我正在处于一个非常非常 自己非常痛苦的一段 我本身创业已经处于一个负债 非常严重的一个时候 所以说从经济角度来说 非常不给力 加上有种春节 说实话 真的我内心比什么都痛苦 你要到他们家去 虽然他们家发生那么大的事 但是你说面对 第一次面对这么的亲眼的 还有那小孩 说实话 什么红包啊 我真的我自己 其实我是考虑的比较全面一些 我觉得这样的见面 真的有点 让我很说不过去的一种感觉 你的这种想法 你给我家人说 他们也理解 他们也说了 现在遇到的情况 侧重点不在于你这方面 你应该把这个事情的主要地办出来 不是说你考虑你那些面子上 所以他没去是吧 没有 我老家没去 我从这个大年初二上午回去了 爸爸会对他有意见吗 会有一点 他总觉得他这个做法不合适 不太称职 缺点人情味是吧 对 然后对他的印象 肯定就不好了是吧 就因为这件事情 这个家里边的人 对我的意见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们俩现在 就因为这个事是吧 就是因为女方家里面 这么重大的变故之后 两个人发生了一些不合 是不是 这个是最近最大的事情 其实按理说经历的这些 身边应该有一个人 可以让你哭一哭 宣泄一下对吧 你觉得你先生是合适的对象吗 可能是很多事情造成的 他们心里的一些矛盾压抑 阴影比较多 所以说不想在他面前宣泄了 那你们今天来干嘛呀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 就是和以前一样能对我更好一些 然后包容我一些 多听一些我的建议和我的 就是一些想法 尊重一下我们家人 怎么就觉得不尊重了呢 就是前段时间 就是在我母亲葬礼办完以后 我就让我爸爸和我弟弟去我家 过两天 来到之后呢 就是关于吃饭坐胃的问题 正常的 应该让长辈坐在上位 但是他当时就是 直接自己坐在上位了 也没有邀请我爸爸 往里面坐 不是自己家吃饭 还有上位和下位 对啊 我也是这样的下法 自己家人 为什么要去考虑那么多 我是做个主任还是上位 我真的没有去太在意这个事情 所以我结果导致了 第二天发生的事情 第一天他因为坐胃的事情 我只是很不高兴 但是我没有给他发火 我只是给他 出门的时候给他发信息 我说你今天可能做错一件事情 你回去自己想一想 后来第二天的时候 他还继续直接坐在那个主位上 我就当时又过去跟他说了 我说你这个位置不是你坐的 你应该往外坐 从里面上就不对 但是他当时就是 就是不高兴 生气跑沙巴上坐去了 你说他这种表现情况 我父亲肯定看在眼里 除了位子的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我觉得他 在我父亲来的时候 他没有表现出很热情的那种 他觉得我爸不说话 他也不说话 难道让我爸爸 先主动给你打招呼吗 他本来心情很差的 今天两位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今天 就是来这儿问礼的 还是说其实我们俩觉得 两个人都挺受伤的 我们来聊聊伤 我的目的就是 他应该听我的 那您的目的呢 我觉得我和他呢 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 过去的一些矛盾呢 我以后的生活当中 尽可能去避免这个 就是你希望改善对吧 对 改善我自己的一个 女生是希望先生可以听自己 先生说我希望来改善关系 是这意思吗 嗯 所以我想你们应该更多地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 把自己心里的一些东西 先放一下 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卷 男生一上场 我看很有风度 偏偏君子 我知道你肯定是一个 在生活当中 应该很有理很有面的一个人 所以呢你会考虑到说 在女生的家庭 发生变故的时候 你甚至会考虑到 那个时候 要不要给孩子压碎钱这件事 所以足以见得你生活当中 是一个多么细心周到的人 然后你说我是新姑爷 所以你们家的变故 我不应该多插手 但是到了做次问题的时候 你又说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这个标准 这个杠杆到底是什么 也就为什么我们大家 觉得可能所有在场的观众朋友 和看到这期节目的朋友 你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感受 就是你缺少了一点人情味 多了一些自私的成分 就是你在自己有力的时候 是用那套说法来说服自己 在自己不占理的时候 就马上改变了一套说法 就是非常巧 我的发小 他的爸爸在春节的时候突然心等去世 他也同样跟先生刚结婚 我们一起陪着他们办所有的后事 他的先生是我看到 所有白天晚上不睡觉 我只要睁着眼睛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那儿 他其实没有拿什么主意 没帮什么忙 他就静静地坐在我朋友身边 一直握着他的手 打打电话 通知一下亲属几点到场 明天的车怎么走 他根本拿不了什么主意 但是需要他做的这个时候 是一个就像定海神针一样 因为你就是他那根针啊 你能把他的心定住 所以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觉得 你有一点缺少人情味的地方 谢谢善达老师 来 曲总 其实你上台就在说 我觉得我的创业意识 都可以影响他的 而女孩呢 肯定是对你有所崇拜的 一直也是听你的 你就是那个 如果出现问题的依靠 可恰恰突发事件来了 很无助 此时你在哪里 此时你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吗 他需要的不是你的钱 他需要的也不是你能帮他撑面子 他希望的是一个义不容辞态度 这事我帮你扛 这事我陪你 那么一个男人 你那会儿到哪儿去了 你那会儿想的是什么 想的还是说 这事应该听我的 应该按照我的逻辑走 我给不了那个红包 我不应该出这个面 我就走了 你去回家过你的年纪了 此时你的形象 在他心目中是一落千丈 如果说以前很崇拜你的话 现在就绝对就失望 不满 他们家里人一定是排斥你的 回到根本 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出现呢 就是一个担当一个责任 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 而这件事势必会过去 你们俩之间的纠结一定也会过去 但是 真正他对你们来的影响是很大的 女孩你也要想一想 这个男人靠得住吗 一定需要靠他吗 靠自己啊 出了这些事情 任何人都靠不住 都有可能离开你 你需要坚强 你的母亲离开你了 你父亲有天也会离开你 那会儿怎么办 你不能因为这个人生的突发的状况 毁了自己的正常的家庭 的确有些事情你是放大了 的确他是做的不够妥当 但的确他现在面对的压力 你能理解吗 这会儿你的担当又在哪里呢 你的责任在哪里呢 两个人一起面对亲人的逝去 面对事业的低谷 一起面对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过去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好 来 严老师 我也特别想说服自己 男人也不容易啊 什么事业失败啊 我们应该去站在双方的立场去看啊 但是我忍不住 你知道今天几月几号吗 你知道距离妻子的母亲 离开这个人世多少天吗 你在这个时候 你把她带到这里 说谁是谁非 谁对谁错 你是男人 你说我想过年的时候 有面 我经济条件不好 你有多么的油滑 多么的狡猾 多么的国情啊 难道这个时候你不应该 带着妻子回到你的老丈人身边说 岳父大人 岳母离世了 我会照顾好你的女儿 我会和你的女儿一起照顾好你 这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 你想的是什么 不过换成我 早就和你离婚了 这样的男人我怎么过得下去 你苦恼 你有什么资格苦恼 你连当家庭出现这么重大危机的时候 都不能挺身而出 你的企业能做成什么样子啊 你能创业成功吗 我想跟女士说的是 我看出来你并不想离开她 你希望这件事情能这样过去 但是人性有时候 经不住重大事件的考验 她的人性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考验了 她就是有那么多的弱点 还能不能过 我想你如此留恋她 她在这么沉痛的时候 还愿意站在这儿 希望她能够继续包容你 爱你 她身上一定有吸引你的闪光点 在日常生活中 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 她一定是个好男人对你来说 她有她的优点 所以既然遭遇这样的不幸 我希望你能有勇气 去面对人生 去学会成长 这就是生活 谢谢 好 谢谢严谊老师 来 初老师 过于在乎自己的自尊 其深层次的原因是自己内心自卑 而自卑所体现出来的外在状态 又是过于的自负 你就是这个状态 女生从最开始崇拜南方 到后来看不惯南方的自负 但是自己又离不开她 所以你也是矛盾的个体 彼此之间的很多关系 恰恰是在人生的重大时刻 开始发生改变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有钱有有钱的做法 没钱有没钱的做法 办到哪里是哪里 但是你不是这样行 你一句话其实暴露了你既自负 又不想承担责任的心理 谁也没说让你办丧事的时候 一定要你主持大局 但是你却把自己架在了一个高的位置上 认为女婿不好去担起这些事情 你首先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自负的位置上 然后呢又说到一个很低端的事情 所谓红包 就是你呢又想揽那个事 又没这本事干 而且害怕承担责任 这恰恰是你内心自卑和自负的极大矛盾 这也将来会成为你创业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没有多大的勇 就是你民 Bond Au K H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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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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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对你说 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的确也真的不容易 虽然发生过很多的事情 矛盾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俩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 我呢也愿意为我在生活当中做的不好的 不圆满的地方改正 也希望博取你的一个原谅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 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 我也希望你跟我一起 把这件事情和感情共同做下去 这段时间发生太多 我也很乱 希望你能 行了 谢谢男生的坦诚啊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吧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堂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有还《轮开了眼睛》签面系列大力支持 来吧 看完这一对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一位 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礼盒 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华为爱情呵护那几天 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古方红堂提供的爱情保乐站 那几天呵护礼盒一份 来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我希望你这一次的道歉是真诚的 然后真的能改进 在爱你等着你 被你疼惜有种暖意 在梦里全身离 不要再质疑 把我抱紧 两颗心一辈子不得理 不想确定日期 拉长心不距离 来填满回忆 在爱你等着你 未来变得那么清晰 在爱你全是你 所有的心态 无法呼吸 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 我只能说 祝你们能够牵手 扎实地往前走 那样的话 我相信你的母亲 在天有力 会欣慰的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诗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发现我是一块疗伤的膏药 和一个网友在一起三年了 我也尝试过 想和他真正走入恋爱 他却拒绝了 现在真心不想理他 但是每当他不舒服的时候找我 我还是会去安慰他 但心里却非常难过 总是替别人疗伤 自己却伤痕累累 我该怎么结束这一切呢 你自己其实都已经说了 这只是一场网上的交往 并非是真正接地气的爱情 我劝你啊 放下网络 回归生活 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 爱情中的那段幸福的美好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领先护肤品牌 伊贝诗要保湿伊贝诗 24小时保湿 时时透水嫩 伊贝诗海棉霜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获得伊贝诗的线下 交涉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的 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传递生活之能量 天经未失